這一件 李醫老師可能還是要留步喔 我們一起來評估 這一個印 應該是過去 我們講 皇帝在用印 才用這麼大的印 對不對 對 這是朋友吧 對 他到我家泡茶的時候 我聊天之下 他說你究竟有說什麼嗎 他說他最近 是一件 漢武帝之印 漢武帝拿過 好 好 結果來我家談天的時候 他拿菜給我看 滿吸引我的 我看起來還有牛毛 青 老舊的樣子 有點青色的 我說妳說什麼 他跟我說 開六十萬 嚇死人六十萬 幾年前六十萬 快二十年前了 快二十年前的六十萬 一台車子 在談天之下 我說以物換物 在談下之下 他說貼上三十萬 我說十萬且 十萬可以不可以 最後我們就以二十萬 成交 你用什麼東西去跟他管 一些我家喜歡的東西 我買的價錢 他喜歡的跟他交換 所以你的物件 大概是二十萬 現金二十萬 所以你拿了四十萬 價值四十萬的物件 再貼上二十萬的現金 對 去跟他換這一個 對 俗稱 是漢武帝的用印 對 喜歡嘛 你心臟真的是很大顆 所以漢武帝的那個印章 就留在你這邊了 他們都找不到耶 你說 歷史博物館現在一直在找 他下落的 對 他們一直在找 漢武帝的印 找不到 原來是在大熊 他們找到的部分有三顆 是 一個是誰呢 這個劉秀的印 然後一個是文書的 另外一個是光武帝的 這三個印章 全部都是 因為都埋下去嘛 所以後來在 取出來的之後呢 各位會看到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印證 就是什麼呢 他這個慶色之後 再拿出來 第一個 它是漢白玉 下去刻的 這個主食啦 漢白玉 第二個的話 這個慶色呢 叫做 這是它的特徵 珠紗慶就是紅色的珠紗慶 因為玉質就好像會反光一樣 結果他們 找不到漢武帝的 原來在你這邊啦 就在大熊寶家出現了 而且他這樣子據說 是用六十萬的價值 來跟朋友換 朋友從哪裡拿到的 他有沒有講 沒有 他沒有講 沒有聯絡了 糟糕了 我有點擔心了 沒有 這六十萬真的很 老婆知道嗎 老婆 他知道啦 老婆知道 對...知道 家裡你買了這個回來以後 有沒有放在家裡展示 我有和五弟的用意 沒有 都收藏起來 都收起來 又不對了 讓他... 今天帶來節目就對了 為什麼 都收藏起來 因為讓大家看一看 但是它到底是不是真的 到底有沒有六十萬的價值 我們今天幫您評估 馬上就知道答案 我是滿替你擔心的 真的很替你擔心 我們試試看 請... 煎醬 跟那個三星堆人像一樣 煎 為什麼 這個 這個是這樣 我們在收這種古代的東西 每一個時代的社會的 文化風氣制度不一樣 所以你必須了解 那個時候的帝王印 是長什麼樣子 不能說你看到上面有個 這邊有刻一個漢武帝印 你就覺得它是漢武帝的東西 因為這種印紋的表現 是後面的時候才會這樣表現 另外就是說 它整個印章的形式 不是這樣的 以前的印章不大的 以前的帝王印都小小的 你們現在看到這種印是 清代才會搞很大 清代 以前的印尤其是漢印都小小的 甚至以前的印章是以銅 就是他們叫 所以玉印它是小小的 它不是很大的 那以前的帝王印 在漢代的時候 它上面那個鈕 是以 它有制度 它不能亂 以前是專制時代 你不能亂做對不對 對 那其他的貴族 只能用 上面那個鈕是龜的 它有分得很清楚的 它不能亂做 又僭越不行的 所以以前的印 很小的 小小的三五公分 它不會很大 我們現在看那個圖片 我們來看圖片 你看這個是帝王印 小小的 是不是 我們來看它的這個 很低調 它的印紋 它的印紋 就是它的印紋 你可以看 有什麼 好 那看下一張 你可以看到你的那個 這個細微的顯微照片 你看這些東西 你看這些東西 是粉粉的 是不是 它有做過舊 做泡過東西 所以才會形成這樣的 粉粉的味道 然後我們看下一張 它雕刻的這個痕跡 它不是以前的那個 陀鱸 陀鋸 它不是陀鋸 它是現代機器去 去這樣 不斷地去雕出來的線雕 我們看下一張 一樣 你看粉粉的 粉粉 它有泡過東西 讓它粉粉的 老化 所以這件不是 不是老東西 不是老間 不是老東西 因為我們從眼睛的肉眼 可以看到 它的老化是不夠的 好 所以我們一看到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它 它是比較沒有生氣的 老東西會有發亮 你這件 感覺都比這件有生氣 你不覺得嗎 對啊 它的寶藏 就是生氣 你也會感覺到 它的那個感覺 這件悶悶的 有沒有 這件悶悶的 這件反而有活力 那個活力很難去形容 就是一種審美的能力了 你去看就知道說 這件好像這個 它是真的老的東西 這件都是 這件當然年代比它還要晚 是現代的東西 所以它沒有活力 因為它沒有那種 它是被做過的 凡是被手工做過的東西 它就看起來很呆板 很不自然 如果沒有做過的 自然老的東西 它很漂亮的 它有歷史的美感 那個東西是經過時間 自然去做出來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再來這一件 這上面是什麼 甲蟲是不是 還是什麼 它變黑龍 蛤 這是個龍頭 是龍頭 所以我就說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就是 你知道我們之前 也有藏家帶來 明明人家是鳳凰 然後他自己收了很久 都以為是什麼天鵝之類的 真的很抽象 我看到龍頭 龍腳 還有土豬 對不對 對 這個就很MAN 這一款很適合你今天白襯衫 很MAN 戴一下吧 這個就很適合你 說真的 很MAN 這個物件入手多久 差不多五六年左右吧 這朋友到我家泡茶的時候 又要吸你了 對 他又看到我戴一個手串 手串很漂亮 對 它很香 他就跟著要跟我換 我說不要啦 他說要跟我換 我說 好啦 對 就跟他換了 你的手串那個時候 買多少錢 差不多 你這樣虧 我覺得你虧 那個不會是沉香 還是什麼東西吧 對 水沉香 這個十萬 我們剛剛 孤得這麼辛苦 也才把他喊到九萬塊 你十萬手鐲就換這個 你自己不會當下 你交朋友的心態啦 沒有 開心就好了 朋友喜歡你的東西啦 也是你的面子 像這樣的墜子 今年 還真的很多人找 因為今年龍年嘛 對喔 每個人這個時候 我戴在龍的這種保護 一個繩 他覺得非常好 然後當然龍在 中國人的這個心態 玉翼裡面是非常吉祥的 表示說 其實因為他的料夠厚 實夠大 所以他可以把整個龍頭的特寫 刻得非常清楚 這也是他比較 加分的地方 也因為夠大 所以他的那個霸氣感 可以做出來 所以他算是這個物件很加分 如果從設計角度 廖老師 其實這個物件應該算是還不錯 蠻 蠻吉祥的 我來講一個雕刻的物件給你看 我們一般來講 一塊玉石切割好了之後 通常我們第一時間都會先取桌子 對 最賣錢 桌子取完了之後 可能你看 就把這一塊就大蟹八塊 是 大蟹八塊怎麼樣呢 你看 他就分成好幾個 再來製作對不對 一般來講都會這樣 現在有一個人可能他也很鹹 然後沒什麼事情做 然後他就把它 做成什麼東西呢 他在上面就開始刻畫 把這個綠色的位置 這個綠色的部分 把它變成是一個主食 其他的位置呢 就開始要雕刻成一條鏈子 就是這個鏈子 做好了之後就長這個樣子 你看他把它變成是這個鏈子 拍賣價拍多少 你各位猜猜看 二十萬 多少 二十萬人民幣 二十萬人民幣 拍了 台幣啊 我跟妳講 真的妳要知道說 妳這個物件呢 他其實 我就說這個人是花錢買 花時間買金錢 因為他刻了一年多 他把它變成是一條鏈子 這樣的一個雕刻方式 跟那樣的一個雕刻方式 花了工不一樣的時候 價錢也會不一樣 是...好的 所以其實在看物件 很多的這些條件 都要去把它考量 你平常有鎖定我們節目的話 就一定 我跟你講 眼力也練好 功力也練好 知識也有了 對 你買東西 就不會像過去那麼衝動 當然過去買的 我們就不要再說了 可是過去買的價錢 到底多少 要回去做紀錄 對 我們現在 拿來做警惕 沒錯 還是要幫你評估一下 這個是用十萬元的 沉香手鍊跟朋友換來的 對 我們希望他物有所知 請見價 六萬五千元 哇 我只能說 希望那個沉香手鍊 不是真的 真的 像這樣一個物件 雖然很大 是 但它的顏色 常常被拿來說是三彩 是 這個是硬加上去的 因為這種所謂的三彩要什麼 要 沒錯 還有有紫色或白色 對 這個條件都不到 它只是一個冰諾種的一個醉頭 然後所以它雕龍 工藝算可以 但是它的顏色 不討喜 不鮮豔 過深層 整體上來講 有點混樓樓 對 它就不是一個 它只是表面拋弓的還可以 另外它的行情 就大約只落在這個行情而已 所以它很難上到十萬塊以上 不容易 根本不會有這個機會 應該這麼說 也是像這樣的一個物件 您首先 假如說拿到 通常是這樣子 假如說你要花八萬 十萬 十來萬 第一個 它夠不夠討喜 夠不夠鮮豔 然後再來就是遠遠看 要拿得遠看 你有尷尬嗎 然後呢 像靜宇 它就灰灰的 不討喜 不要眼 這個是很重要 這個寶石學裡面常常講 什麼就是好的寶石 第一個要漂亮 又沒有遂力的 第一要進去損失了 對不對 當然我不是 我是跟您交流意見 同學上課認真 你不是這樣意思 是 只是跟您交流 跟您分享 因為總是花錢 那我們希望能夠用最少的錢 買到最理想的物件 是 沒錯 學到了 喜愛大群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味師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